積金2平台正式开始运作 積金局主席刘墨加迁指第一个强積金受托人 曼通信托提供的强積金计划的所有账户资料 经过一个星期的准备工作和数据转移程序后 已经顺利转移至積金2 曼通信托的计划成员和雇主 由今天开始会透过積金2管理强積金的行政工作 标志强積金正式进入数码新世代 刘墨加迁指,積金2是一个全新的电子平台 各个强積金受托人管理的强積金计划 按照加入積金2的时间表 由積金2逐一取代现有受托人的强積金行政系统 让计划成员和雇主利用平台数码化 自动化和一站式的设计优势 令金后管理强積金有换言一新的体验 并实现大幅度的减费 刘墨加迁表示 计划成员平均只需短短5分钟便可完成注册 而雇主注册虽然比计划成员所需填写的资料相对较多 但也只需约10分钟便可完成 外展服务也反映大部分雇主普遍都满意積金2的用户体验 第二间快将加入積金2的中国人受信托 其所服务的计划成员及雇主可由7月12日起注册 并由7月29日起使用积金2处理强积金的行政工作 中国人受信托早前已向其计划成员及雇主发放资讯包 通知注册日期及安排 而第三间加入积金2的交通银行信托 亦会于6月28日向其计划成员及雇主发放资讯包 除了一期公元并不自信托